我們去看看這個地上的感覺 它自己要往後退去踩地的感覺 有沒有辦法踩的那種感覺 所以說這就是他們講的很奇怪的一個 一個人家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再看看這個 會不會把它脫掉 因為這地板有點滑 那 那沒有什麼重點 本來是重點 那你看很多的東西是比較不可思議的東西 所以它碰了身體 那一般人來講的話 拍我三下 拍拍看 弄一拍 你看它是正正在拍 對 你看它自己要騰空跳起來 也沒辦法跳你練習實力感 我們平常要往後跳 一定要先蹲 跳起來了不起是這樣 那你看它是重點 那你看它的身高 它過來一點 我們在碰到穴的時候 很多人講說 我要練跳高就換了 對 它怎麼叫跳 它叫我們跳得起來嗎 什麼感覺 我沒有要摸出來 我們現在再借你一下 這個能量 這個能量可以借借地 小心 好 這樣我今天把它往地界 所以說 它就站不起來 所以在外面有會覺得很神奇的地方 是 我先掛到納手 對 那我身頭拍它在進房 好 因為那個地很硬 所以說我們今天都不敢不太想發 好 那納手過去 這樣碰到的時候 是 那還有就是 我們如果被 它做我三拳來幹 好 再來 好 再來 好 甚至是這樣 你看它跳起來的感覺 對 再加上 拖拳 再來 好 你看它的腳步伸 然後 再跟手 我們這樣 站著這個步伐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用力 但是我們輕輕的 這個 那這個就是一個 所謂的能量的展現 對 那很多人把它講得很神 然後講說 啊 老師這個這樣這樣可以怎麼樣 事實上我們覺得 它只是一種 好玩的一個科學現象 它很科學 只是我們不懂 那麼很多人不懂 就講說 關於要的人是假 那等一下 比較區別的東西 因為這地板真的很硬 上次有一個不相信 後來我們一打 手多舊 好 然後就 然後就 就那個 所以說比較具業的東西 我建議大家先嘗試 但是 比較合環的東西 大家如果比較想要嘗試的話 可以 可以 試試看個人量的概念 就是 個人量的概念 大家有興趣 等一下可以玩 對 那我現在 我不用很厲害 來當公布 她是不會懂的 她是不會懂的 我叫成大 嚇成大 她是完全不會懂的 對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然後這個男角 就看 這怎麼那麼厲害 對 那你像她的腳步伸 跟她的腳步伸 她往後彈 像不像起來 對 她自己想要往後彈 我叫成大腔 都行 OK 謝謝 謝謝